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关注大伟 大伟今天来到一个小区里边 然后有一个藏友呢 想出点货 大家看看能不能捡到什么好东西啊 能不能有漏 这叫掏老货 Let's go 朋友们咱们到家了 然后看看都有什么吧 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的瓷片 刻瓷工艺 在瓷片上面雕刻 然后出来这种鱼藻纹 小鱼还吐着泡泡 然后包了一个这个挂坠似的 这个之前我这有 这种全品的都在2000多 这是一个康熙时期的 花卉印尼盒 康熙的啊 这两个都是乾隆左右的小笛 这还文物公司库出的 这个就没什么可说的 花卉的 这个其实挺细的 大清 乾隆年制 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 还有China款 当时是出口的这批 黄地儿福寿宝箱花的小笛 全品 这种当个小湖城 小碑笛啊 都可以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绿地儿 也是蝉枝宝箱花的这种 后面是一个 乾隆年制 这种都是民国时期的 小牌 然后这个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啊 胡龙昌 这是个名家 他主要就做这种 单色柚的这种杯子呀 还有盘子啊 这只有个小冲 有个小补 但是路份非常高 因为这种粉地儿啊 藕合色 特别漂亮啊 特别的讨喜 所以呢 有点小毛病 也能包容 这要是全品的 都是两千多的东西 喝茶没问题 这是一个 小日子时期的 小日子那边生产的 一个主人杯 我拿手里特漂亮 纯手会青花的 年份和八九十年代啊 左右 喝茶没问题 然后这是一只 全品的海燕生平 民国时期的 一个小酒杯啊 全美品啊 非常不错 呃 这也是一个 斗笠展示的 画的也是青花人物 啊 也非常不错 康熙 外销的这种青花 粉红苗巾的小杯子 啊 这有个小皮 有点小毛病吧 全品的啊 一两千 但是这个很便宜 两个泰湿少宝的 这种湿的结盒 开门老啊 大家看看细节 开门老 这种印尼盒 这有个内积爪 内积爪不算毛病啊 然后 这只 一共两只 这里边啊 非常棒 连内积爪都没有 湿的的状态 也是特别不错 晚清民国时期 文房器啊 装印尼的 然后这是一个民国 左右的一个玲珑瓷 然后 花卉 外面是这种交叶文的玲珑瓷 拿这个光一打呀 特别漂亮 晶莹 剔透 这玲珑瓷 这种东西在乾隆时期就有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啊 写着乾隆年制 但这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碗 有个暗冲 百花不落地 也叫万花锦 开门民国时期的啊 这应该到不了光绪 就是民国时期 然后这个是一个乾隆啊 左右的 雍正乾隆左右的一个四花款的万寿碗啊 品象还行 就一个小瓶 这都是不算什么毛病了 幼水特别棒 胎族也特别干了啊 非常不错 然后有一个这个 乾隆时期青花 呃花卉的这么一个赏盘啊 非常开门 柳树化的特别细 还有这种牡丹花 冻石花卉啊 边缘有点这种小包药 小包皮啊 这当时呢 老外都是拿铁丝雷放在这个墙上的 可能有一些痕迹 这个也是乾隆时期的粉彩啊 两个可以做一下对比 都是同时期的 但这有点生啊 价格非常便宜 然后还有一个 这就不用说了 豆青柚的盘啊 清中期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是标本了 这都碎了 万寿盘标本 到时候有这个想初学的粉丝 这直接就是当词片出了 还送了这么一个小瓶 特别有意思 到时候插花有 这小瓶没算钱 这就是这次大为 在这个藏友家的收获怎么样 咱们以词汇有天长地久 点赞转发评论 下个视频更精彩 欢迎大家一起探导 我的工作很普通 老瓷器的搬运工 拜拜 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更新达的签 来看 我们下设计